大家好,欢迎来到TW开箱,我是乐火小叔 那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谈一下 这个CIS对TASDA的影响 所以TASDA他有在影片里面有提到他的CIS 因为有网友在问他说 CIS,这个关于CIS的影响 你自己得到底为什么 他说Psyking,Scarping,剥头皮 我们就在抢短级短线 Sight and I,为什么最近没有在做极短线 他在问这个网友 在问说CIS对TASDA,大神TASDA 最近赚到40亿了 也是从非常早期 几年前他那时候被电视台记者发现的时候 那时候身价才六七亿 现在短短几年 马上就已经,因为你方法对 他会慢慢滚上去 好,那我们看看TASDA他是怎么样回答的 最近Scarpingをされてい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すか それはCISさん等の先輩からのアドバイスからですか あるいは自身の考えからですか もし 好,所以网友在问他说 你这个到底是CIS对你的影响呢 还是你是自己的 自己的一些的感想 是自己的一些想法 好,这是网友对CIS的一些问题 或是自身的考えからですか もし自身的考え 好 那这个就是 这个网友对CIS 然后对TASDA的问题 所以TASDA他现在就是在回答网友的问题 他说因为当你的资产变多的时候 你就没办法 就Dekinak 那就变得没办法 来做Scarping 所以Scarping他的这个剥头皮 他是强短 所以他那个在极短线的时候的成绩 成交量其实没有那么大 所以当你的资产比较大的时候 其实因为现在TASDA 他资产比较大了 所以他 我们都很清楚 他早期做了很多Scarping 这个剥头皮 我们叫极短线 早期做了很多 但是现在没有 所以网友在问他 到底他的影响是怎么样 我们再看他回答 好他刚刚这边讲到 说 假设你现在有一千万 那你加上信用交易的话 可以到三千万的 可以做三千万的信用交易 那三千万的信用交易 那你的资金 资金就变比较多了 当你的资金比较多的时候 就会比较难 比较难做剥头皮 尤其是当你的资金 变到十亿的时候 他刚刚后面在讲 当你变成十亿的时候 那你的信用交易 他说当你 一千万的资金 你可以交易到 信用交易可以到三千万 所以这时候tradeするので できるんですけど 虽然这时候 你可能可以做一些剥头皮 虽然是这样 但是当你的资金变到 当你的资金变成 十亿的时候 你的加上信用交易的时候 他就会变成三十亿 那你三十亿 怎么样做剥头皮 因为资金太大了 成交量没那么大 任何股票 很难有这么大的成交量 所以他意思就说 这是主要就是因为 你的资金的关系 所以他到时候 他后面就讲后 他到最后 他就变得 只能 做day trade 所以 本来 资金少的时候 可以做 这个剥头皮 可以做scaping 但是当你资金 比较大的时候 那你就其实就只能做day trade 就做日内 日内拨短 做当冲 所以他就是这样给大家解释 这是必然的结果嘛 因为你根本就没办 没有那么大 未纳量 他说 希望能够像 TESTA赚 差不多TESTA赚了那样的钱 所以这个就是 TESTA频道 所以简单 我们来给大家总结一下 所以 像我们这种 资金很小的 可以 做scaping 你资金再大一点的 你就只能做day trade 日内 不断 日内当冲 资金再更大了 那你可能就要做 一周 一周 我们知道吗 CIS到最后就赚一周 2015年 经典战役 它是直接就一周的大波段 OK 跟你的资金 部位大小相关 简单来说 我们这种 奈米级散户 是可以做 剥头皮 做极短线 事实上 版主 这个极短线也是做蛮多的 反正 我的部位 有赚 我一定会先把部分冲掉 这个避险 对不对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边 对不对 有赚的 我可以做的 是可以做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